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林松 今天呢 我依然在墨尔本和大家来录这个视频 今天主要想和大家聊一聊 关于墨尔本的公寓的一些情况 因为昨天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 就是我拍了我现在住的这个 这个IMBNB的公寓的一些照片 然后呢 有很多小伙伴好像对这个房子特别感兴趣 然后呢 有很多跟我留言 然后呢 我也一回复了 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房子条件非常好 其实各位其实可以看到 我现在住的这个公寓 坦白讲我觉得是蛮舒适的 条件也是蛮好的 在City 在墨尔本CBD呢 有很多像这样的这个公寓 来作为Airbnb的这个出租房 或者是说一些短租公寓来管理 具体的照片呢 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然后呢 大家当然是觉得这个条件是不错 坦白讲 我自己觉得这个公寓呢 会住得非常舒服 首先呢 它是精装修的 然后就是说 你不用管任何的装修 因为坦白讲 每个家基本上都一样 就是比如说墙的材料啊 还有这些灶啊 还有一些比如说基本的一些设施 比如说那个橱柜啊 还有这个卫浴设施啊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不用你自己去买 然后地上呢 也会铺低毯和木地板 基本上在你买完公寓 交房的时候 就是一个精装修 就是可以拎包入住的 因为在澳大利亚这边呢 房子好像不太讲究这个装修 特别是公寓啊 如果是house的话 当然你想装修成什么样子都可以 但是公寓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人会花心思去装修的 所以就是说开发商交房都是什么样子 你往里面住就是什么样子 而且基本上都是统一的 比如说窗帘啊 低毯啊 就是统一的 所以每个家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真的 而且这个大堂啊 比如说那个公寓的进来的地方呢 每个大堂呢 可能都有一些比较高档的感觉 特别像这个国内的这个四星级 或者五星级的酒店 然后进来的特别敞亮 然后特别舒服 还有保安坐在一楼来管理 当然这个公寓的舒适性是毋庸置疑的 还有小伙伴可能啊 喜欢一些健身 包括这些健身设施 比如说这个单独的健身房 还有这个游泳池 其实在这个楼的六楼 都有一应俱全都配给了这个住户 就是说住户只要想有时间去锻炼的话 每天就拿房卡 就是自己的钥匙 就可以进到那个游泳池或健身房去锻炼 都是免费的 当然这个舒适 刚才讲是无庸置疑的 对吧 然后呢 各位小伙伴也会觉得非常非常好 条件非常好 而且住在市中心 我觉得不管是吃喝玩乐工作 都是很方便的 但是呢 有一点不好 什么叫有一点不好呢 就是说 各位可能想到 我们在享受这个公寓 待在我们的舒适的同时呢 我们要想到 它的物业管理费是非常非常高昂的 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就是说我刚才讲到 所有这些可以享受的设施 其实都跟你交的这个物业费有关 叫管理费吧 就是说公寓为什么在澳大利亚这种国家 可能不是很受欢迎 就是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管理费特别高 像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些设施 哪怕你不用 然后呢 你每年也会要交很多钱来维护 就是说整个整个物业去维护它 然后呢 比如说那个游泳池的水管啦 水啦瓷砖啦 还有一些健身器材啦 还有包括电梯啦 还包括走廊里面铺的那些地毯啦 都要每天有人去清洁 对不对 每天去打扫 还有去维护它 这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然后呢 这些钱物业公司肯定是不会出的 所以他会向每个租 每个那个业主去收 这样的就造成 就是说 你哪怕不用这些设施 你也要每年要花很多钱去维护这些设施 而且随着这个公寓的时间慢慢变长 就是越来越旧 对吧 现在我们房子挺新的 但是越来越旧的话呢 它的维护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我举个例子吧 一般情况下 在墨尔本的公寓 一年的这个管理费 大概是六千多块澳币 有时候有的更豪华的公寓 可能还有七千多块澳币都有的 因为有的公寓可能还包括一些桑拿房 对还有一些其他的设施 所以可能公寓的管理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等于说 就是说如果你不贷款 你全款买了房之后 你可能每年还要交一笔不菲的这个管理费 因为你的这个设施确实是比较好的 这个确实实就是 就是人们对公寓望而却步的一点 就是说物业管理费实在太高了 高到就是你几乎会觉得就是挺划不来的 虽然那些设施表面看上去确实挺高大上 但是要你交钱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心疼 你就会觉得没有必要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马尔本的公寓一直就是说 可能并没有受到本地买家的欢迎 因为坦白讲 本地的买家不论是投资还是自助的话 都会倾向于交去的耗死 可能海外买家 或者是说一些年轻的本地买家 比如说亚洲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到这边 可能会比较喜欢公寓 但是其他的那些 比如说本地的澳洲人啊 还有其他欧洲人士呢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交去的耗死是这样子 所以呢 以后你会看到公寓特别好 对吧 比如说别人发照片 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物业管理费真的特别高 如果你有兴趣要到马尔本来投资 或者说你到澳洲来投资公寓的话 我建议你一定要谨慎一点 因为那个公寓的管理费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今天和大家聊公寓就聊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继续聊其他的 拜拜 拜拜